第168集 你倒是知道的不少 宋初一说道 杜恒自嘲一笑 宋子忘记我是做什么的了 这天下只有我不想知道的 没有我不能知道的 我信 如果不是有这个能耐 怎么可能把它从咸阳城中绑出来 又怎么能轻易地进入孝宫灵起 且不说这灵寝周围有大军驻瞻 就是灵寝的入口和布局也是机密 杜恒继续说道 秦国崇尚简藏 建造陵墓不是精雕细琢 不求奢华 就然而在布局上下手 这座墓碑的规划 比起起楚魏王陵要逊色很多 然而布局却是墨家上一代巨子 和公书班后人联手设计 若不得要领 绝出不去 墨家欣赏孝宫这样的君主 为表尊敬 设计一座并不铺张浪费精巧的陵墓 也实属正常 他们言此之间像是闲聊 但宋初一处处隐藏事态 而杜恒的每一句话 都不遗余力地打击宋初一的意志 暗机交锋之间 就看谁更精明 谁的心智更坚不可摧了 在这两方面 杜恒显然都不如宋初一 但他处于前置的主动地位 从这点上便是先胜了一筹 你竟能得到灵墓图 宋初一还真是有点佩服他了 天下西上皆会历来 杜恒嘲讽地说 什么道义 德行 只看你给的够不够多 这些话在百年前是大错 可是放到现在 也有一定的道理 为德行上一个污点 肯赴死的人越来越少了 你说的也不全对 宋初一在屋内转悠 他不大的声音在殿中回荡 悠然而笃定 被财帛利诱的那些人 不是抛弃了德行 他们只是因为不够自信 真正自信之人 觉得凭自身能力 一定可以满足本性中 对奢华安逸的渴望 因此不懈出卖德行 有这种自信和傲骨 才有标平史册的资本 有志之人多重名利 才不动人 古往近来功勋卓著的人 也有不少喜欢奢华的 然而他们之中 又有几个屈服于利诱 宋初一回头看着他 杜恒点头赞同 突然说道 宋子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 啊 宋初一转身面向主作 仔细理了李衣着发病 甩开宽秀 郑重地行了一个大礼 而后转身 头也不回地 走回了那间小屋 杜恒望着他洒然的背影 面色复杂 他经商这些年 见过太多太多 丑恶嘴脸 所以每每发现 才华与德行病重的人 心中总是难掩欣喜 后代有加 宋初一作为一个女人 实在很失败 不过作为一个世人 虽然有些令人不喜的地方 但瑕不掩瑜 他如今要亲手杀了她 心中更加赌闷 可是魏国有太多 令他珍重留恋的人和事物 所以为了母国 他可以丢开一切心债负累 宋怀祈 大殿之中 回淡着杜恒青南的声音 有歉意 亦有决然 重新回到小屋内 有灯已经被撤掉 杜恒令人将楼花窗子上 遮开了一层厚厚的布帘 把大殿之中 那两盏长明灯所露的光线 也遮掩住 屋内伸手不见五指 就连空气都稀少得可怜 灵母之中阴冷异常 待得久了 那寒气仿佛侵入骨头里 里里外外都透着冰冷 就算裹着两条棉被 也难以遇寒 在这之后 也再没有人送食物来了 宋初一知道 自己就算喊 也没有用 便索性保存点体力 钻进被窝里 醒着便思寸脱身之急 可惜 在这里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身上暗藏的 所有有用的东西 全部被搜走 没有一样 可以利用的东西 面对一个死了心 要将他埋在这里的人 多少计策也难以施展 咸阳城中 所有位高权重之人的头顶 都是阴云密布 赵一楼索性不来上朝 私下带着白人去寻人 这是偶尔询问处理 及找人的进展 赢四收了他手里的兵权 赏了四十军棍 罚奉一年 也就由着他去了 赢四这处罚 算是轻的了 他也很焦急 意理解赵一楼的感受 但是法不能费 倘若从君主开了先礼 那么秦国固若金汤的律法 怕是要千里之低 会于乙穴了 他所能做的 只是以赵一楼之功底过 从轻发落 赵一楼寻人的起初几日 跟着白人走得很是顺畅 可是一到成交 他便犹豫了 似乎失去了气味的线索 一或气味太淡 太散乱 不知该往哪个方向去 半个月里 赵一楼整整瘦了一大圈 杂乱绒荒荒草的胡子 眼珠俊蓉 那双明亮若寒心的眼眸 也渐渐失去光彩 整个人瞬间 回到了七年前的状态 如一头绝境困兽 带着一身的伤 在郊外一寸一寸地寻找 伤口愈合又裂开 裂开又愈合 反复许多次 有些伤口已经溃烂 体温也在急速上升 楚里及屡劝未果 只好派了几个武功高强之人 将他硬绑回去 用上迷药 才得以疗伤 陵墓之中 宋初一不知昼夜 亦不知被关押了多久 若不是有过一段失明的日子 他恐怕早已崩溃 来人 宋初一的声音 依然十分虚弱 门口果然有人应声 国外有何吩咐 我要见杜衡 请候片刻 外面人匆匆离去 烧起 杜衡已知 宋子可是想好了 不错 宋子肯说出新军的位置 交出兵符吗 杜衡又说 草弹玩意儿 送出一个暗骂一声 得寸进尺的小人 伤口可不深信得寸进尺吗 等了半晌 里头没有了声音 杜衡又唤了几句 宋初一都未曾应声 他也不着急 他用这种手段 不是第一次了 多么心智坚强的人 都受不住 他每隔两天 就会送食物进来 宋初一一顿不落的吃下 明显是有求生欲望 而他的意志 依旧有松动的迹象 他刚开始 故意提了一个 不算苛刻的要求 毕竟 就算得知新军所在 卫国也难以采取什么行动 让人比较容易动心 人就是这样 一旦底线被突破 就会越来越没有底线 有时候 很多人不为了生 只是求一个痛快的死法 转眼间 宋初一已经被关了四个月 依旧是每隔两日 送一回食物来 吃喝拉撒 全部让出这间 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子 后来 杜恒见他食量渐渐减少 便带人进来 给他诊脉治病 宋初一一动不动地 躺在榻上 心中暗骂 你他娘的 准备得倒还挺全火 黑暗中 宋初一看不见杜恒 早已不复开始时的干净清朗 那早已憔悴的样子 当初他陆陆续续的 往墓中运了 有足够五个人吃一年的干粮 可是近来 阴雨连绵 有些已经生了霉 这附近有大军囤首 他能进来 已经实属不易 根本不愿冒险出去 眼看干粮不足 他不得已 暗中毒杀两名护卫 留下身边的一名死忠护卫 和两名会武功的士兵 因为 在这犹如炼狱一般的地方 他需要女人 来发泄心中的压抑 即便如此 他的精神几近崩溃 要不是宋初一露出过松血 恐怕早已经与他 同归于尽了 咸阳郊外 秋风萨萨 草木枯黄 随着夜风 沙沙作响 一头巨大白狼 在半人高的草丛里 以惊人的速度穿梭 他飞快地绕过一座垫 在山丘后面停下 用鼻子嗅着 绕着坡下 细细寻找什么 在赵乙楼卧病之后 他便独自寻着散乱的气味 寻到此处 已经在这附近 盘缓两个月有余 这段时间里 宋初一的气味 早就消失得一干二净 但他能分辨出 有一股迥异于附近动物的气味 有时候因为风向不同 这种气味 会被其他气味遮掩 所以他寻没了许久 终于找到几块 巴掌大的小洞 朗是一种极为精明 而谨慎的动物 他经过两个月的观察 发现这附近三个洞口 每隔五六日才会有活物靠近 而昨天刚刚有活物过来一次 朗敏锐的厅里 让他轻易地判断出 这附近暂时没有别的活物 于是他便扒开茂密的草丛 开始用爪子刨土 他十分聪明地从外围开始刨 这样里面的人短时间内就不会发现洞口 有什么变化 月西晨 他跑了大半夜 才抖抖脑袋上沾染的泥土 咸了草将附近遮盖上 接着又如往常一样 抬腿在草上撒了泡尿 洞口之内仍旧是一片黑暗 这么久的封闭 加上身体渐渐虚弱 送出一昏睡的时间越来越多 他算不出自己距离上一次见杜恒 已经有多久了 但姑母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便扬声说道 来人 声音沙哑低沉 外面很快便有人应声 回去 叫杜恒来 那人离开之后 很快杜恒便赶了过来 宋出一听着那急切的脚步声 在黑暗里扯了扯嘴角 宋四想好了 开门吧 宋出一有气无力地说道 别想着再得寸进尺了 这是我的底线 倘若你还有什么要求 趁早一刀杀了我 免得你我各自煎熬 杉 杜恒将门打开 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 猛然散了出来 令他猛地呛壳起来 他身后的两名士臂 眼里露出京剧 这样的地方太可怕了 居然有人能撑住三个多月 还保持神志清醒 他们不知道被关在这种地方 是什么样的感觉 但仅仅是待在牧室里 就已经让人闷得窒息了 杜恒令他们将遮掩的门窗布脸扯开 长命灯的悠悠光线照进来 他看清了床榻上那人 那张惨白的脸毫无生气 仿佛早已是一具尸体 他竖得睁开眼 正与他对视 令他诧异的是 那双眼眸清澈地 欲知黑暗格格不入 长久不见光 宋初一眯起眼睛 给宋子挪一间屋子 诺 两名势必忍着腐臭的气味 掀开被子 将宋初一抬起来 墓中没有多余的水 杜恒他们自从进来之后 也没有洗过澡 若不是这里气温很低 澡就馊了 被闷了那么久 宋初一一出那间屋子 便觉得浑身轻松起来 换了一间屋子 杜恒在踏前的席上 坐下来 看着他说道 宋子倒真是能耐得住 宋初一不愿说话 任由两名士币 用干部帮他擦拭身子 并不避讳杜恒 而杜恒 对他的身子 也没有半点兴趣 待换好干净衣物 杜恒说道 宋子可以说话了吗 那时来 杜恒越来越懒言 只用眼神示意一鸣 势必去拿 即便清理过之后 宋初一身上的味道 也没有好到哪儿去 他歪头 借着幽微的光 打亮了他几眼 仙君在八国 乌侠附近 怪不得 我几乎搜遍了 整个秦国 也不禁丝毫踪迹 杜恒又疑惑道 为何设在屋下 宋初一翻了个白眼 不愿搭理他 为了防范蜀军 这么显然的问题 需要确认吗 宋初一没好气地说 诸国时刻紧咬八蜀 焉能不防 至于对付魏国 不用什么精锐军队 魏国若是亡了 也不是亡在 大秦的铁骑之下 而是亡在魏王手里 说完这几句话 宋初一便 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 苍白的面上 冒出细密的虚汗 兵符在何处 杜恒问道 宋初一闭起眼 略做调整 杜恒见他 奄奄一息的模样 便没有再继续追问 势必拿了一些干饼 肉干和水 放在岸边 宋初一歇了一会儿 便挣扎着起来 用水泡了干饼 吃了起来 他浑身乏力 腹内很脚痛 身上的气味又难闻 着实没有一点食欲 但是他必须攒着体力 司机逃跑 那天 他在主店中转悠的时候 特意注意了一下 这大店的构造 确实与咸阳宫一模一样 连两侧的门都相同 眼下的情形 他只有脱离杜恒的掌控 慢慢寻找出口 才有一线生机 杜恒对宋初一 越来越好奇 他观过不少人 在暗室里面 一两年不死的 有不少 可是基本只要两三个月 神志都已经开始 有些混乱了 说话做事 比正常人迟钝许多 但像宋初一这样 被关了三个多月 还能如此清醒的人 实在是少见 他不知道 这需要多强的意志力 却知道被关在里面 其实清醒着 更加痛苦 更何况 这墓室里面的暗室 比这寻常 更加黑暗阴冷 空气也稀少很多 慢慢吃完一块 巴掌他的饼子 和几块肉干 宋初一磨了嘴 翻身上榻 继续眯眼养神 杜恒见他这副座态 不由说道 宋子还想着逃跑不沉 半上 无人应答 床榻上 传来宋初一 均匀的呼吸声 杜恒知道 因为暗室之中空气闷 人出来之后 会很试睡 清醒的时候少 宋初一是人不是神 就算他能保持头脑 有一两个时辰的清醒 怕也是免不了昏睡 主 三人从屋子里出来之后 其中一名士币说道 方才奴 替宋子把脉 发现他脉相 好像有孕 有孕 杜恒压低声音 之前怎么没发现 势必连忙蹲着身说 弄该死 弄学艺不惊 原来是月分小 宋子本身脉相细弱 弄没有发现 脉数才兴起不久 并非所有医者都会 一般水平的医者 变不出一两个月的运势 实属正常 天之谎 杜恒缓缓地说道 但凡是个女人 天生就有母性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有什么事情会不肯做 他并不因为抓到 可利用的事情而欣喜 毕竟这么做残忍至极 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他不会放弃 先不要告诉他 杜恒要在关键时刻 给予他重重一击 大论他的计划 甚至不容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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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